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午夜港场文学放得开 我是米虾 在这里想和大家讲个故事 话说有个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写东西 自己看电影就改编成小说 然后还将这些小说卖给同学 这件事就被校长知道 校长就骂了他一餐 谁知道他在暑假里面写了更多小说 然后将这些小说卖给更多的同学 赚到更多钱 这个是谁呢?就是美国作家Steven King 今天我们就请了一班恐怖小组上来 一起讲讲史提分京不京 首先右边有文化人邓炯荣 左边有诗人王玉瑩 和作家红眼 大家称得上暗黑恐怖邪牌组合 今天就讲史提分京就很对 史提分京我觉得是一个 我经常忽略了他的一位作家 太红了他 太红了 但有同时我们发觉 我们去接触他 很多人又不会从文本 或者是小说本身 可能是电影本身 有一个经常听到名字 但你说大家有没有看小说呢? 未必看过 所以今集想详细地讲一下 这位好像是流行文学的作家 但本身他的文本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所以用一集去讨论一下 先问一下Nicole Steven King对于你来说 是怎样开始接触的? 其实我也是很主流的 看完电影才去看文本 第一个看的是Cubic的Shining 太经典了 这件事 是闪零 又看完之后 去找回小说来看 因为我发觉原始是两回事 我想强调就是小说 如果讲阅读性的话 小说是比电影好看很多 就是在剧情上 但Cubic后期的Shining 他想讲的东西 其实是另一件事 可能之后我们再讲 第二节先回来 再讲这么经典的闪零和逐集 红眼你会否和小说和电影之间有落差呢? 我也是一样是由闪零开始接触 有Steven King这个人 当时就是因为可能在00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看电影 那时Steven King已经是很出名的 但是当时在Shining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刚刚崛起的作家 那时... 那时是... 那时是... 他有很多版本之真的 就是他自己不喜欢重新的电影 所以我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我就开始看Steven King的小说 我觉得他af Like C 他的作品是摩爾定一個經歷電影或者經歷小說的元素 其實是關於心靈、內在的議題 其實跟他自己的心平很有關係,我們可能一會再說 我們先問問Sonia,你接觸Steven King是來自於什麼途徑?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我事先聲明是不喜歡看恐怖片,因為我害怕 雖然我的樣子看起來好像不害怕,但我是很害怕 所以我很少看恐怖,我本身已經太恐怖了,所以我不看恐怖片 你夠膽說 我可以的,我跟他夠朋友,是你,是你不可以說的 別人知道我不夠朋友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我這麼害怕是因為我很小時候在電視上看過這個《危情十日》 就是Cathy Bates,即是之後《American Horror Story》一直都找他去做一個 即是他基本上變成恐怖片《雷王》的一個狀態 一見到他就開始害怕 對,一見到他已經很害怕 跟我們羅蘭一樣 你知不知道那個題目是非常害怕的 即是不害怕、不恐怖、不噁心,他都不會做的 我記得那時小時候就看了半夜三間,和老爸一起在客廳那裡 然後在那裡看,然後有個女人不斷拿著刀 那時到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陰影來的 而且我當時也明白到一件事情 原來真的怕是不需要有隻鬼,也不需要有個怪獸跳出來嚇你 當然另外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我小時候另外一套很喜歡看的電影就是《加油喜事》 那我就發覺《加油喜事》裡面有個角色是荷里玉 我們有準備圖給觀眾看一下,一個比較圖 是的,即是原來他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 即是Steven King在流行漫畫裡面有很大的影響 那有多大的影響呢? 即是這個電影可能不是大家都看過 但如果我們回到這個《加油喜事》的《荷里玉》那裡 原來他是直接借用了這個場面 而裡面的張宛玉的角色《荷里玉》 他就是會很喜歡看荷里活電影 然後他會參考不同的荷里活電影有個經典的造型 而當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其實他是扮演過《風月潮》嘉然裡面的朱利亞羅伯斯的時候 但其實他都有扮演過Cathy Bates的《Mystery》裡面的角色 那就知道原來其實那個也是一個在《流行漫畫》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女性角色 即是經典的一個定義就是他被參考 是的 被借用 當然還有一個轉化 即是本身是一個恐怖電影 即是本身是說的 即是以女性 但裡面又涉及到《安才紅眼》說 即是女性裡面的內心掙扎等等 但當他變成《流行文化》的時候 變成喜劇去玩去笑 但我們去看Steven King的生平呢 的確是有很多傳奇性 你很多時候可以從 無論是《偉前十日》還是之後我們會說到他的電影或者小說也好 其實很多時候《藤冷瓜瓜藤》好像跟他生平有很多的瓜葛 我想其實看Steven King的《自傳》出了很多年前 你看到他會說很多他怎樣去寫小說 他怎樣開始 我們其實普通人都會想 他寫這麼多古怪的東西 古形精怪的東西 他自己本身是否會有些靈異的體驗呢 誰知道他沒有的 其實沒有的 即是他用一個很理性的方法去寫這些恐怖小說 我覺得這句說話有點相確 對於兩位來說靈異本身真的要很靈異 他寫得很高 可能人家飛雪偷到他去寫小說是一句靈異 有沒有見過外星人呢?有沒有撞過鬼呢? 原來全部都是沒有的 後來有一部改編了電影《1408》 其實裡面的作家就是半自傳 是講他自己的 其實Charling也是的 他不斷寫一些恐怖題材 但其實他自己是不相信的 那《1408》的故事裡面 就是講到他已經寫到一個滑散瓦的中年作家 然後就去一間猛鬼酒店 然後就繼續找一些新鮮感去寫小說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像是Steven King 他自己的脂肪 因為很多人就會覺得他是 你寫這麼多經歷小說 你一定的體質很靈異 很靈異 體質很靈異 陰陽體質 你一定是經常都見到一些東西 但其實他自己是沒有的 我覺得他很多時候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商業的妥協 這個題材是多人寫的 或者他是一個太會寫故事的人 他會知道這些題材 是吸引到讀者的注意的 就是這些靈異的故事 但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東西 其實永遠都不是靈異的 就算Shine 我覺得有時候是很人性和溫情 有時候裡面的東西 其實他不會看到故事的背後主題 不是真的嚇 或者不是嚇你一驚 或者不是一個恐怖 其實很多時候是關於人性 關於家庭 關於自己 其實我也是和他自己的成長背景 就是很有關係 因為他自己是瘀走 他自己吸毒 吸毒 不是從小時候開始就是這樣的 冷靜一點 小時候 其實是他爸爸先走了 就是一個單身的家庭 他爸爸先走了 其實是一個經歷小水的啟夢 的契點 好像說他大約兩歲的時候 他爸爸就出街買包煙 然後就從此人間蒸發 然後就不見了 其實也很量度 你覺得這個很量度 你覺得這個很量度 他爸爸 你說的 這是劇本 不知道 可能是真的有靈異事件 然後他就在小時候 就開始找他爸爸 就是房間的東西 就是一樣 就在書家找到一本 H.P.Luffers 一系列的書 他就從此外上了 大家知道H.P.Luffers 寫一系列恐怖小說的美國作家 他在那裡就開始了這個興趣 他那時候 他說他找到那本書的時候 開始看的時候 他就說在那裡 我找到家 他說知道我自己就回家了 看完那本書的時候 也挺害怕的 就是回到Hustle路 對 很害怕的 就是以恐怖作為家 你想想他面對的現實 是多麼殘酷 如果你要想像作者的童年 我想他真的經歷很多不開心 很多不快 才會去選擇以恐怖小說 作為自己的一個安心的地方 你想想當時其實他是二次大戰之後 然後他媽媽一個人要照大兩個小朋友 然後之後 我記得好像他11歲的時候 他媽媽是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因為他爸爸媽媽老了 要照顧他 一個人照顧四個人 照顧到他爸爸媽媽死了之後 然後他媽媽再去一間 好像是Mentally Challenged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一個小朋友 或者其實他媽媽 在一個都幾個不尋常的狀態裡面 應該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還有知道苦難是什麼 而且也反映了很多 為何Steven King寫的小說 是很貼著地的 因為他經歷的整個童年 至成長很長時間都很窮 而那個窮困是令他接觸很多 低下階層的人 聽到很多故事 他本身已經是低下階層了 對 那個窮的狀態 就是處於低下階層的狀態很久 羅琳那樣而已 他未寫Harry Potter 也很窮 但是Steven King還窮他的 他在說那時候他大學畢業出來找不到工作 他就要去洗衣店幫人烫衣 又要做清潔工的part time 他老婆也是大學畢業的 但又找不到工作 就類似去那些化餐店做試飲 然後那時候他們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窮到七彩 出第一本書之後 就很傳奇了 一本就搞定了 但那本書《傳奇之處》 他本身是不打算出的 是 他不是特別喜歡那個故事 又不是特別喜歡那個女主角 對 那本書是說魔女嘉莉 我以為你們整個字都不說那本書 對 我們有好玩有好玩 魔女嘉莉本身就是 因為當時Steven King 他沒有想過自己會做作家 他只是很想寫故事 但是找不到吃 他就自己自如性 寫了幾頁其實他就不滿意 其實他就扔掉了 但是他老婆 就是垃圾桶撿出來 不是啊 這個故事挺好看的 你不如寫完它 這樣 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都有一個很聰明的女人 只是倒垃圾的女人 只是撿垃圾 然後挖掘了一個珍寶出來 然後魔女嘉莉出版了之後 他就真的順利出到成為了一個流行小說家 幾年之後就已經成為一個電影改編的熱門人選 人生就翻轉了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對他有多大的轉捩點 沒有了當時這個故事 其實他就可能不會是一個作家 可能是一個很寬坤很賭言購 終日於酒作樂的一個中年 其實他已經差不多30歲了 其實他算是 我想說傳奇性就是 其實他寫好了這個小說 然後他就拿去給出版社 出版社其實是第一次 他就收了一個預付的版稅 就是2500美元 2500美元對於他來說 當然在他這麼窮的情況下 算是這樣的 等著他等到高費一樣 是的 馬上就買了一輛車 他要上班 然後當他本書出版收到版稅 出版稅再找他的時候 他一聽多少錢 40萬美元 然後他那一刻呆了 那一刻呆了 想什麼呢 我要買個風筒 自主在那邊說 他窮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明白嗎 我覺得對於作家的 作家寫回自己的傳記 寫回自己以前的故事 所以我們打回七節 即是不可以順那個高費 也不可以順那個風筒 關於Steven King 其實是一個小說家 不喜歡自己的小說 但是反而使用了最受歡迎的小說 看見什麼事情呢 回來繼續說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文學放得開 史提分經不經 剛才第一節 其實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就是Carry 但是我們沒有講到內容 現在請Sonia 不如跟我們講一下 講什麼的這個故事 是的 這個故事其實是關於一個女性成長的故事 就是講一個16歲的女高中生 叫Carry 你可以想像其實在美國高校的環境裡面 其實可能男性很早到已經強調一個陽光的氣質 社會所認可的陽光氣質 而女性可能他們就比較著重一個異性戀的性級人力 Carry做一個16歲才第一次來月經的女生 你可以想像其實學校裡面 一直都是一個很邊緣化的存在 而且是不是相對都算遲 對 都算遲熟 基本上可能女生通常可能10至12歲左右都會來月經 就是初中的時候應該來月經 但是Carry就是去到一個16歲才成熟的一個女孩子 他就來月經 但是因為他自己的成長背景 他媽媽就是他家裡很保守 有一個好像極端的宗教信仰 所以他一直對於月經的事情都不知道 當他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 他自己當然非常之害怕 但是當時他的同學生也當然沒有幫助他 反而是嘲笑他和欺凌他 他在一個欺凌的環境之下 就發現了原來自己其實是有一個靈動的能力 電影的高潮偉就是 那些同學為了霸凌他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一個高校舞會那裏 特意令到他成為高校舞會的女王 然後捧到上天先 對 捧到上天先 他讓他覺得我終於被人接受 我終於是一個成熟美麗的女性 他還專門穿了一條很漂亮的裙 但是那個高潮的場面 其實他們已經計劃了一個整固他的方法 就是把一桶的豬血掛在他裸掌的位置 然後就等他裸掌的時候 等他成為高校女王的時候 然後就把豬血淋在他的身上 那裏當時就觸發了一個很大的靈動事件 那時候好像是殺殺莊場所有的人 燒著了那個地方 我自己看的時候的感受很深 就是為什麼所有有靈力的女孩子 都被認為是恐怖的呢 另外那個就是女性成長的那個掙扎 對我來說那個文本是挺有共鳴的 不過這裡講到就是 為什麼我們第一節說 《史提昏經》他覺得 他不太喜歡這個股市 或者那些寫得不好 根本他不太熟悉女性的身體 和月經的事情 他覺得寫的時候其實是一個 不是很著實 不是一個很實淨的寫法 但是同時間又很突出 就是從第一個出名的作品 已經開始有一個我覺得 是我看Steven King的時候很著緊的東西 就是有一些很恐怖的角色 或者一個值得我們恐懼的對象 同時間通常都是很多同情的 就是你會明白到其實他不是所謂的壞 就是害怕和不害怕和對和不對 其實是分開了 一般我覺得恐怖的東西 我們要害怕他就是壞的 鬼是壞的 但是在Steven King的小說裡面 很多時候都不是這樣的情況 是啊其實 因為他厲害的地方就是那種心理描述 正如你所說 其實他不滿意自己 就是你想了一個這麼正的計畫出來 但是因為他說 我不是很熟悉女性月經的心理狀態 所以他寫了三頁便禁了 是他老婆鼓勵才寫 這個其實是你看到他對自己的要求 就是他比較著重的是那些細節的東西 還有他已經回到感了 是啊 他回到感了 即是現在一個desperate的狀態 什麼都交出去了 還有他整個靈感來源 寫Carrie就是要幫人去洗廁所 他去屢次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簾 為什麼屢次會有些簾在那裡 是的 男子沒有 他問他才說 女性其實想要多些私隱 或者想要多些保護 他才想到 不如我寫一個 關於第一次女性M到的時候 那個狀態是怎樣 然後引發一個靈力 剛才你說那種恐怖 就是因為其實跟之前那些 歐洲的女巫故事一樣 當一個女性成為一個長大 又M到的時候 就是發揮靈力最強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扭招 有一個獵巫的聯想 嗯 除了魔女嘉莉之外 其實他之後的幾個說 第一個故事是說魔女 其實之後的故事是吸血鬼 然後是說一個靈異山莊 他其實是一步一步去 你可以說是史提昏經 它是將一個經歷的 其他人好像只是當一個都市傳說 這樣的經歷題材 加入了很多自傳 或者自己的親身經歷 然後去寫了一個故事 我記得我看史提昏經 其中一個經常會留意 就是他永遠都是用自己的故鄉來做一個舞台 緬欣咒 基本上所有故事都是緬欣咒 如果你是一個史提昏經的謎 他其實是留下了很多蛛絲馬跡給讀者 就是這個故事裏面發生的事 其實是在另一個故事裏面有出現過的 顧問性是很強的 就是說我們慢慢看下去的時候 越多東西是不用解釋的 因為其他故事會解釋中的故事 這段對話或者發生過的這件靈異事件 其實在另一個 Steven King的短篇小說 或者長篇小說裏面 就有交代過或者是補完過的 我覺得他這個寫的手法是頗聰明的 他除了是一個很懂寫故事之外 他很懂經營自己的一個恐怖小說世界 我覺得他很多時候是因為借著自己的作品去 你可以說這樣說好像很奇怪 因為他寫經的恐怖小說 但其實我在他的作品裏面 經常都會看到一種自我療癒的感覺 自我療癒為甚麼呢?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傷痕 或者成長不順暢的人生 他在作品裏面 其實很多角色都有他自己的自傳色彩 有他自己的影子 例如閃靈 我覺得他是透過寫一個 因為現實裏面 其實他自己不相信有鬼 不相信有靈異的人 但是他在小說裏面 讓這件事成真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在小說裏面 可以化解自己的一些鬱結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是Shining 因為Shining 其實主角 你可以說Stanley Kubrick的故事裏面 主角是Jack Nicholson 是爸爸 但其實在小說裏面的主角 是Danny 是個兒子 是Danny 可以見到靈異的兒子 是可以見到靈異的兒子 其實他在說他自己的童年陰影 我覺得他借這個小說 其實是過渡了自己的一個 你好像是一個擺盜人的角色 擺盜了自己的一個童年陰影 在這裏我們怎樣都要看一看經典的劇照 關於閃靈的劇照 其實閃靈的重要場景都很多 其中這一幕 這一幕很經典 劈開洗手間的門是一個經典 其中一個經典就是 回去好像和Kerry裏面出現 Kerry也出現 Kerry也出現 這個也不是你說 這個也是孖山 孖女 就是兒子看到的孖女 還有血淋淋 就是Kerry裏面的血淋淋 和閃靈裏面的電梯大堂 那些血淋淋 湧出來的血淋淋 這些很多的經典都在閃靈裏面出現 我覺得另外閃靈的很有趣就是 我剛才回去紅眼講的自我療癒 亦都是聽回我第一節講的 那個Mystery就是 它其實有很多自放 裡面就是 它就是整天都用一個 就是人生去到一個很老倒 或者是很樽頸的狀態的作家 然後它就遇上某些很重大的事件 然後就 either它死了 或者它就能夠再繼續去創造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挺有趣的 整天裡面都會見到一個作家 特別是一個很鎮定的作家 而承認自己失敗的一個作家 不過這個又有一個重疊的地方 就是真實和小說裡面的重疊 就是大家都會想起 其實剛才各位都經常說 他瘀走啦 他每個角色都是 他用毒啦等等 他自己都有這些壞習慣 但同時間其實我們看他的筆記 或者去訪問他的記者都知道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紀律的作家 即是他每天 他是一年315日都寫作 即是他不會有房價 他在寺院裡有說 他會放一天假的 但其實都是寫的 即是這個也是很作家的寫法 但他又不會很苛刻自己 即是每天他寫一千至二千字 他就會停了 即是8點多開始寫 通常寫到11點多他就寫完 然後之後就可以自由地去生活 即是他有一個 他明白到一個作家的那個瓶頸 是怎樣去處理 就是通過很高的紀律 而這一種和他去慢慢成名 其實是一個我覺得相互相成 大家以為他很放肆 大家以為他用他的天賦去寫 但其實很紀律去寫 剛才講閃靈和 即是Steven King和扣比利克之間的衝突 其實有少少偽命系的 因為其實當時 Steven King是未那麼出名的 即是Cupid比他大很多 我想如果說這個 其實好像我開始說下去就麻煩了 世紀大辯論 因為King和Cupid的矛盾 其實在Shining裡面其實是很大 我先講一個背景 Shining是King的第三本書 其實是很早的 對於他來說其實 那時候Cupid剛剛拍完《亂世兒女》 票房不是那麼好 然後有很多影評都說不太行 他那一刻就在想 我如何去尋求一個 票房可以高一點的 想拍一些可能更影響大一點的 對觀眾的戲 他就開始去看一些唱少少說 然後聽他的助手說 即是助手訪問說 就是他看一分鐘 那時候覺得不行 就一下子就等到牆壁 一聲 那兩種傳記最重要的來源 就是私人助理 助理那天就在聽 不斷嘆嘆嘆嘆嘆嘆 聽了很多很多下 突然靜了 就知道 咦?有些奇怪 就走進去看 看到Cupid在看那本 就是Shining 對於那時候來講 當Cupid打給King 說他要改編小說的時候 King是很開心 因為King那時候是第三本書 雖然是唱少 但Cupid那時候的藝術地位 是高度 是神級的 即是他改編的《亂世二女》 或者《女塔》 《一雪梨花》《阿海棠》 其實全部都是經典作品 最重要的是文學作品 即是說 將它由流行小說 一個擺在雜誌譜的廁所小說 變成一個進入文學的電影 又不要說擺在廁所 是唱少少 可能搭飛機 搭飛機去看那些 就是比喻你 對不起 即是變成像Cupid書專降貴 突然說 我要改編一個搶小說 你的笑容小說 King很快就寫了劇本給Cupid 但Cupid一眼都沒看 有,看完一會放下了 然後就自己弄過來 其實裡面的矛盾很大 透過一通電話 有一天Cupid說 有天Cupid說 King你覺得 你相信世界上有鬼 是不是很樂觀呢 即是說 人死了之後 其實還可以發展下去 有另一個階段 那King想完之後 就說 你不相信有鬼 那你信不信有地獄 然後 Kupid說 我不信的 其實你見到 兩個人的分歧很大 就是一個就相信死後 還有一些事情可以延續 而另一個就完全是不信的 不過閃靈的故事是說什麼 不如紅眼你也說一下 我們經常都skip了這個故事 其實閃靈也可以說是一個 猛鬼山莊 暴風雪山莊的變咒 故事的主角其實 跟Steven King一樣 我覺得是他自己個人的投射 就是一個很窮困怒到的作家 沒什麼收入 不斷找朋友給他工作 剛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就是在一間滑雪場的酒店 做一個housekeeper 因為滑雪場 冬天不開 關了 關了 所以要找一個人去看幾個月 他自己又死機撐飯 他就覺得 都好,有幾個月的時間給我 我們可以在那裡一邊賺錢 一邊寫我的下一部作品 他就整間搬到這間公寓 看來我們講不完 所以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繼續講小靈的故事 究竟有什麼驚險和恐怖 歡迎回來第三節的文學放得開 史提昏京北京 剛才我打斷了紅眼 講閃靈 但我打斷的途中 都想到一個奇異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一個滑雪場 冬天要關門呢? 因為冬天太冷 冬到有生命危險 所以就要關閃幾個月 是的 好,繼續講一個故事 一家人搬到這個 在這個全景酒店做一個Housekeeper之後 首先出事的就是Danny 就是他的兒子 因為他的兒子是靈童 他有靈異體質 有shining,有靈異體質 他就見到 因為這間酒店 其實是發生過很多命案 很多靈異事件 他就見到很多靈體 見到很多幽靈 陰雲不散 在這間酒店出現 最後 其實是 好像爸爸是一個被上身 或者是一個 附魔狀態 附魔狀態 然後 追殺自己的家人 其實我覺得電影本 我覺得 這個是Stanley Kubrick 和史提昏經 在這個文本裏面最大的差異 就是 我覺得Stanley Kubrick 是想拍一些恐怖的東西 即是 他是想經營一個恐怖的電影 但其實Steven King 在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他並不是真的想講恐怖的 因為你看回小說 或者整個故事的物來 其實他並不是想經營那些 爸爸被鬼上身 有多恐怖 他不是想講這件事情 其實是想講 爸爸對兒子的一個童年陰影的影響 我覺得最大的爭拗就是 Stanley Kubrick 是跑步恐怖電影 但其實Steven King 不是想寫一個恐怖的題材 最大的分歧在這裏 就是Steven King 簡單來說 在Charlene寫著一個 父親的懺悔錄 就是他自己作為一個瘀酒的作家 就放在Jack那裏 然後就在那裏做一些懺悔 當然最後他是入魔的戲 但入魔之前 其實經過他自己內心的主線 其實有很多掙扎在那裏 但Cupid就把這些東西都拿走 基本上Jack一開始之後 就是瘋了 就像飛鋒人員一樣 之後再這樣再做 他的演出本身就是這樣 他只是一個貧窮 瘀酒 現在電了 電了 但是Cupid到底想在閃靈裏面拍什麼呢 其實有很多人拍過很多不同的獨橋解密 比如Worm 237 或者Shining Corp 其實裏面就是在說 哇很厲害這個 就是神秘學 又是文學邪釘出場 文學邪釘出場 文學邪釘 其實就是透過很多不同 因為Cupid其實是一個擴充幅來的 他每一個畫面電影裏面的細節 後面那個貨架擺什麼 他都要設計好 透過很多不同的這些解密 就發現其實他就是想說 將一個他的秘密 或者一個陰謀 就擺在電影裏面流傳下來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當年的太陽神計劃 登月計劃其實是他拍的 其實那些是假的 透過一些什麼呢 就是譬如Daniel仔穿那件衣服 全部是寫阿波羅火箭的 然後在貨架裡有個經理跟他聊天 那個貨架上面就擺在一些 Tank的橙粉 Tank的橙粉 其實就是小時候我們沖一些 或者粉叫沖一些水 就變成橙汁喝 這些就是登月太空人會喝的飲品 譬如六個型地毯 就是Houston的火箭發射的基地的圖形 就是一連串的解密 其實QBIT就是留下了一些這樣的曲 二三七是代表地圖還是火星的距離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King去寫這本小說的時候 其實去了某一間酒店 Hotel Stanley 其實是一間美國出名的晚貴酒店 是會有盜賞的 是,晚貴也有盜賞團 大家可以來感受一下幾晚貴 他就在27217這間房裡面寫 但為何它的電影會變成二三七號房呢 就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 就是三萬七千公里 其實你看到有很多這些解密 像層層 你說一個兩個符號 可能是口合 但是一連串的放在這裏 就看到QBIT好像是透過這部電影 是想拍另外一件事 嘉賓的意見是完全不代表本台和本節目立場 以下全部都是揣測和傳適 但我覺得另外一方面都可以看到 其實QBIT可能跟剛才紅眼一開始所說 就是跟斯芬京都是一個挺聰明的作家 就是他們中間之間有互聞性或者有一些互補的小秘密 讓你發現 其實令到追悍性或者那個謎的程度是再高一些的 我覺得很多經典作品都是 之所謂的經典就是 它真的有很多的記憶 很多線索給你再詮釋 就是觀者或者讀者可以再加入去再繼續創作 例如Shining那裏 我忘記了是QBIT加進去 還是斯芬京本身有一個創作 就是說那個全景酒店 其實本身建的那個地方是一個 人家有個人公務 是美國原著民的 是QBIT加進去的 是美國原著民的公務 但其實我看到 斯芬京的另外一個作品 就是寵物無緣 Past symmetry那裏 其實它都有那個reference 就是那個有靈力的地方 就是那些寵物放進去會翻山的那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 美國原著民對它來說 是有一個神秘力量 有神奇力量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在這些流行作品裏面 其實他們都不忘去提起某一段 可能主流會抑壓了 或者主流想忘記的歷史 而給它一個 就是說它那個神聖 或者那種未知 其實是令到我們有多種敬畏 我都很尊重他們 就是在一個流行小說裏面 你說這個我真的要插嘴 真的很厲害 好 其實就是在說美國 雖然現在好像在他們那個年代 就是很先進很文明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圓嘴 就是因為他們當年去到美洲 是差不多殺了印第安人 去才可以立國 以及搶殺他們的土地 搶殺了心落者 其實你在Sharing 裡面 你叫做QBIT 也有這一方面的聲音 就是譬如那部打字機 你細心一點看 其實那部是納粹黨的打字機 是 有一個鷹在那裡 是 然後其實他們 如果再把太陽神這個點 再連在一起的話 就是說太陽神計劃裡面的科學家 是誰 馮布朗 馮布朗就是納粹的 德國飛了過去 的科學家 然後再把這個大屠殺 QBIT其實有兩部戲 在死前是很想拍的 一部是AI 就弄給死人分死不不拍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另外一部就是 你沒想到插民一刀 阿里安人文獻 其實是想講大屠殺的 是 其實想將這件事 就是聲訊來説 基本上現在美國的所有文明 或者科技 就是納粹的議席 大家都是經過一場大屠殺 才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想再有一點補充就是 剛才說到燈月計劃 或者想去火星那裡 那我自己 月球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當我們說 我們去移民另一個星球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會用殖民這個字 殖民這個字 在這個概念上就變得很沉重 原來我們想去一個新的地方 我們以為上面沒有東西 可能其實它本身有東西 對某一些生物 或者對某一些生命體來說 那個是他們的地方 但我們想著去 而我們想 其實連去的人都知道自己在殖民 我覺得這件事 回到你剛才說的美國歷史 其實也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 新大陸從來都不是新大陸 對 新大陸從來都不是新大陸 本身住了一千幾百萬年 有甚麼不新呢 不過我們回到Steven King 我覺得Cupid跟Steven King 本身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但Steven King 到後來成為大師之後 就開始去用自己的小翅緩應 這件事 其實那時候 Cupid已經過了身 你可以說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Steven King的復仇計劃 真的 過了身後才復仇 這麼低狀 對 因為始終地位有差別 對 即是在Stanley Cupid成名的時候 Steven King 他沒有一個發言權 所以在Shining那裡 其實他沒有一個話事權 去左右那個劇本和電影拍的 但是在過了很多年之後 好像十幾年之後 13年 是的 Steven King就寫了一本續集 那個續集就是安眠醫生 Dr. Sleep 我記得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有一點 他鋪陳出來的 因為這個故事 Steven King本身是 好像自己不想寫的 在他投票 讀者投票 你最想我寫哪一部小說的續集 當時的投票 其中最 好像就是黑塔 就是黑塔和Shining的續集 其實根本就是正宗 還有黑塔是否也會繼續寫的 是一個系列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市場的推廣 是誰都知道 閃明會寫上續集的 他終於有一個逆轉的機會 就是寫回他真正的故事 Dr. Sleep的故事就是 講回當年那個兒子 Danny仔 大了之後 你可以說是一個惡性循環 或者是一個命運 就是當他大了之後 他跟他當年爸爸是一樣的 又是豬酒 又是淘汰 但是他又有那個靈力 他的靈力 他現在就想用那個靈力來幫人 他就變成一個安眠醫生 就是幫人解決了一些 臨死前的心願 臨死前的心願 一些靈異事件 我覺得整個國賓最有趣的是 但是他最後是說他怎樣跟他爸爸化解回宿願 然後又去回那個全景酒店那裡 是一個好像一個永劫輪迴 但其實又不是的 他是釋懷了 或者是好像跟爸爸 因為他憎恨了他爸爸一半世人 最後就跟他爸爸 就好像跟他爸爸的幽靈 好像和解了 但是這個挺難理解的 看小說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 因為他其實有一點明示 其實爸爸對他有侵犯的行為 所以更加回應到 就是說究竟閃靈是不是一個懺悔路 就是究竟爸爸對於小朋友的那種加害 究竟有多深 而究竟安眠醫生是否能夠懺悔到 這個我經常都有點懷疑 如果你說在劇情上有沒有懺悔到 我自己就决讀的感覺 就不覺得他真的是和解 他純粹就是他回到那裡去找 找那些鬼去對付那些想偷靈力的族人 然後就在那裡去燒那間酒店 好像就放下了這件事 但我想說的一個很有趣 就是他那個Reference 寫Dr.Sleep 其實他是根據一隻貓去寫 這隻貓其實是真的有這隻貓 就是說在羅德島某一間安老院裏 有一隻貓在2005年被這間老人院收養 專門照顧臨中病人的醫院 那隻貓很有趣 就是那些病人死的那一天 那一天可能剩下幾個小時 那隻貓就會進去 躺在他旁邊 陪伴他 像守護他一樣 令到他很安長地死 有趣的是 他那裡養了很多貓 只有這隻貓會有這種能力 為什麼呢 科學家就去研究 因為每次都中的 就是五十多個個案都中 就是這隻貓有這種能力 可能就以為 是否貓很邪啊 然後就發覺原來是人死的時候 就會分泌一種 一種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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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貓不知道為什麼 對這種疼特別喜歡 所以就會去吸收這種疼 那是真的 但是你為什麼 不是其他貓 就是這隻貓 對這種疼特別有興趣 而是真的 這隻貓已經到今天都未死 這樣 King就是拿了這個故事 就放在丁條仔裡 寫了Dr.Sleep這件事出來 那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永遠就好像 抓到一些身邊發生的事 就將來放在 Shining的能力 發大 他自己有Shining 有那種Shining的能力 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我想Steven King 他自己是想用新的續集 去推翻Shining 推翻Cubic的Shining Cubic的Shining 但是其實是做不到的 以電影來說 其實Shining是非常成功 而Dr.Sleep 某程度上 在電影語言上 他是不斷翻炒 Stanley Kubic 玩過的那些經歷元素 其實很難為那個導演 已經是這麼經典 以及是電堂級 你很難挑戰他 你可以說小說 就是King完成了自己的宿願 就是我想畫一個完整的句號 但是電影其實仍然是Stanley Kubic 講大師的分歧和矛盾 從來都很好聽 但是我們回來 都真的要講小說才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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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第四節的文學放得開 史提昏 京北京 其實講了那麼久 有一個問題想問問大家 就是恐怖究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說Steven King 其實他處理恐怖 或者製造恐怖 是一個很高超的技巧 但是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我會喜歡看他的小說多過電影呢 就是我經常覺得電影好像做不到這個效果 這個落差究竟怎樣來呢 大家有什麼線索可以談一下呢 基本上他改編的 就是由Steven King的小說改編成電影 只有幾部是OK的 因為Carrie是一部 其他都幾乎了 一部部的計算 然後用一些很 如果看英文版本 其實他的字不是很難明白的 他算是不深的 因為他 即使他為什麼這麼暢銷的原因 就是我英文那麼差 中文系的人都看得明白的 英文版本 你沒有只是你差 你沒有關中文系的 我當然要這樣攬炒 但是他就可以一部部 很快就帶你進入那個氛圍 那個世界 不知為什麼有個力量在 但是電影就有看導演功力了 其實很多都不太好看 是的 Steven King他在1981年寫了一本 類似《死亡之母》的一本書 其實那本就是一本類似 你可以當作是學術 當然他寫作的緣起 他就說 我不想用學術的那些 那麼廢的語言去說 因為他就覺得那些東西 太說不到重點了 他就用一個很隨意的方法去寫了一本 但是Steven King作為一個經略大師 或者作為一個恐怖大師 關於寫作 關於恐怖 恐怖小說 如何寫恐怖小說 然後賺到錢的 你賣完之後 最重要 最重要 最深層他就是想說究竟什麼叫恐怖 恐怖其實他有個歷史的原效 他也是做了很多的文學分析 但是他那裡第一句 他就說他認為所謂的經律 或者所謂的Terror 因為他很有趣 他用了三個不同的字 Terror horror 他有很多時候 可能在一個流行文化裡面 其實有很多時候 特別是電影的presentation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把那些東西堆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 真是令人害怕 或者是那些jumpscare 和真是令人心底裡 有一種戰律的那種感覺 其實可能在電影的presentation上面 不是有很多人掌握到 但是Steven King其實用了很多時間 去掌握那種令你戰律的感覺 那戰律的感覺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那個恐怖的東西出來之前 是 的所有東西 他究竟怎樣令你bill up 那個驚 那就是Steven King在他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 Steven King的小說其實很厚 就是他用很多時間 用很多刁鑽去令到 帶到你去那樣東西出來之前 那究竟那樣東西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有那個鋪層 那樣東西才害怕 可能因為電影礙於他的那個時間 可能也有很多的導演 可能接著拍一套恐怖片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想著是一個 那種很逐套的恐怖片 他就想著有東西彈出來 那種可能jumpscare的那種恐怖的方法 所以那種對他來說 其實那種的驚嚇 其實已經是一種低一個層次 就是有東西彈出來 嚇你 鬼屋那些 是的 你講一下層次 其實我又要講回我最喜歡的1408 太好了 其實它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有少少後撤的小說來的 它是來自Steven King的一部 短篇小說集的一個作品 他裡面的作家 首先他寫了很多暢銷的恐怖小說 然後他自己本身完全不怕鬼 完全是 他覺得那些全部就是 那些早有預謀計算好的東西 故事裡面 是的 故事裡面他就覺得 那些全部都是早有預謀計算好的 去到這個猛鬼酒店那裡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如果我是作家的話 這個時候 鐘就會這樣響了 然後那個水龍頭就會怎樣怎樣 就會有水 其實這些全部是Stanley Kubik寫過的東西 他完全在故事裡面 就玩了 這些就是電影 低裝的 低裝 經營恐怖的 曲線串 Kubik寫多大 你們答應了我已經不講Kubik 我們不講 即是很多電影創作人 說了一點 其實你可以說Steven King 你可說他匹切 或者他會覺得 電影的那種經營恐怖的元素 其實是很低層次的 某種視覺或者某種氣氛經營 但其實他自己 不是完全想做這件事 我覺得最明顯的例子 其實真的 電影改編很成功 就是《小丑回魂》 其實他裡面 講恐懼的那件事 你可以說 我自己本身小時候都很害怕小丑 但你看《小丑回魂》 其實恐怖的那件事 不是小丑這個角色 不是化妝 因為他講恐懼的那件事 其實是來自人的內心 我覺得他的詮釋是很好的 因為《小丑》 為什麼會恐怖 和為什麼他會壯大呢 其實是 他是反映人的內心 如果你害怕 他就會越大 你不害怕 或者大家團結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隻很小的 好像是蟲 其實是怪獸公司 對 怪獸公司 就是用來拿來驚嚇的力量 不過他就很正面地 另外一本 也是整整改編成電影 也叫做幾成功的電影 就是《Pet Sematary》 改編了兩次 兩次 書名如果中文就應該叫寵物墳墓 但是我強調就是 當年第一部應該是1989年的電影 那個名字就覺得很好 就叫做《夜半仔敲門》 當然好像去到2019年有一個新的版本 《鬼霧》 叫做《鬼霧》 差很遠 《夜半仔敲門》說什麼 就說完整個故事了 《夜半仔敲門》 故事說什麼呢 就是說一家人搬去一個新屋 他家裡前面交通很繁忙 有一次他家裡的貓被貨車載死了 他有傷心 鄰居說 其實你後面有一個寵物的公務 後面有一個未知的領域 你只要撞到那裏 他聽過就可以翻山了 然後還有一隻貓 這隻貓真的翻山了 那隻貓已經不是原本那隻貓 是的 但那隻貓是否原本那隻貓的雙角 然後到他的兒子有車 因為他的爸爸很捨不得他的兒子 就再把這個兒子撞到那個地方 然後在夜半仔敲門 回來了 但那個兒子是否原本的兒子 當然不是 其實在說這件事 但裡面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恐怖元素 但其實他有那種親情 那種爸爸不捨不得的東西 結果很厲害 就是搞定了兒子 我殺了他,再死一次 但我老婆又被兒子殺了 因為不捨不得老婆死 我好像又要再重新做一次 那種人性的矛盾 其實他透過一個這麼恐怖的小說 他在說這件事 究竟我面對失去 面對親人的離開 那個糾結和那個選擇會怎樣 這個是King寫得很好的 還有這個也跟他真實經歷有些關係 就是他又遇過撞車 他兒子也遇過撞車 他曾經住過一個地方 就是的確有很多動物會被車撞到 然後真的有這樣的冒險 我覺得Steven King 其中一個令人覺得 看的時候很恐懼 就是他很接近 還有他有很多真實的故事 他不必需要很俗套寫著 真人真事改編 他不需要的 因為他太出名了 所以他的事情 總會有報道 就是他經歷過什麼事情 無論他小時候 曾經應該是親身經歷過 親眼看到一個朋友 被火車撞死 然後他聲稱自己忘記了 但是在他的故事裏面 又寫出來 他自己曾經買過一架舊車 然後舊車有很多的事情 就是很多煩的事情 然後他就改編了一個故事 就是一架舊車翻身 原來舊車 原來曾經撞死過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坐在裏面都死過 就是車本身有靈力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從現實裏面去改 去轉換 而這件事是很近的 那件事是很恐懼 我覺得Steven King 可能大家都專注在他的恐怖的寫作那裏 但其實Steven King 也有寫過一些人情的小說 甚至是非常溫情 很正面的小說 其實我們可能有時 不記得是他寫的 例如改編了經典電影的《魚黑高飛》 或者是之後改編電影的《綠里奇蹟》 這些都是他寫得非常好的作品 而我們看的時候 我想觀眾都會覺得非常感動 其實看這兩套電影的時候 現在畫面上就是綠里奇蹟的劇照 就是一個有靈力的有色人種 然後就是一個監獄的故事 但是先慢慢說 但看這部電影和看《月黑高飛》也好 其實我不是很知道是Steven King 其實他是有刻意去洗底 因為《月黑高飛》其實是來自《四季奇談》 即是這本小說集的 他在《四季奇談》的後記 其實他有講過 他說他自己很怕被定型 是一個經歷小說作家 我又想起Missary那個作家 他是想著洗底 不再寫那些現情小說 其實他根本就是在作品裏講他自己 我想做正經作家 我差一句而已 其實講一個問題 大家應該都開始聽一下明白 就是Steven King從頭到尾 都不想寫這個類型 但一開始是想扔掉他 他太厲害了 他太厲害了 他太成功了 他不斷自我療癒 他通過這個寫法去 所以《四季奇談》 其實好像是第一部 第一部不是已經歷小說 掛碎的Steven King小說集 他很明顯就是 我想證明給其他人 其實我不寫恐怖小說 都依然很好看 他寫了四個故事 分別是《春夏秋冬》 我自己最感動的是《春》 《春》 其實就是之後改編了 做《月黑高飛》 其實它是一個頗勵志的逃獄故事 還有那個故事 我真的很期待 又是跟喝酒有關 男主角為何會有冤獄呢? 其中一個故事是因為他喝了酒 大家就會覺得 你一定是喝了酒 所以你就做壞事 他妻子有外遇 評審團就不相信 你喝醉了 你一定是開槍殺了你老婆和情夫 所以你一定有醉 其實後來證實了其實是冤獄 有點像《春夏秋冬》開首 也很有趣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喜劇 即是他無緣無故坐牢後 他在裏面混得很棒 因為他教人逃稅 因為他是一個銀行家 因為他是一個銀行家 計數 他教那些肉粥和整個監獄的人 如何可以逃獎 美國政府 如何可以在外面置業 如何炒股 他成為了監獄裏面的貴族 但其實他一邊成為貴族 其實他一邊在自己的監獄 用一個錘子 默默想著如何逃失 在海報後面 畫了也有二十多年 還有一個細刻 每天就畫少少 我最記得 因為Steven Gates 他真的很著重那些細節 他畫完之後如何不露痕跡呢 他就將那些灰灰慢慢和成細沙 然後撞在身上 然後走出操場 就令到好像失敗了 陸里奇蹟又是另一個描繪 例子和恐怖之間的事情 是呀 我覺得陸里奇蹟 他就說是一個獄卒 然後他就在監獄裏面 剛才我們見到一個很高大的黑人 其實他就是受到冤獄的 但其實跟他混在一起的人 陸里就是那個 其實是等待死刑執行的 那個通道 那個是綠色的通道 綠色的通道 但是我覺得裏面最得人驚 我記得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最最得人驚 裏面都有一個得人驚的位置 就是裏面有一隻老鼠 那隻老鼠就是 其中一個囚犯 其實是教那隻很聰明的老鼠 去做一些tricks 但裏面就是有一個很殘忍的人 把他殺了 所以你說恐懼在小說裏面 在電影裏面 其實在人性裏面 看Steven King 我們看到人性 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